清华大学的校长亲自上门给这位孩子送录取通知书 真的是震惊全国 这两天全国上下都在查高考分数 在河北苍州有这样一位农村的孩子 他的名字叫庞仲旺 高考卷的总分是750分 而他几乎考了满分744 清华大学的校长亲自来到他们家给他送录取通知书 可是没想到的是 清华校长一进他们家的门就懵了 因为孩子的家里不仅是家徒四壁 他的妈妈瘫痪在床 而他的爸爸精神还异常 平时生活也是靠捡垃圾卖废品为生 自己为了读书但是买不起书 于是找别人借书来读 一个真正穷人家的孩子 就依靠自己考上了中国最好的大学 凭借一己之力 从此以后改变了自己的人生 甚至改变了整个家族的轨迹 这就是典型的寒门出柜子 我想对所有普通家庭的人说 不管在什么时代 读书不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但是读书考大学是我们普通人改变命运最好的出路 所以不管此时此刻你正在处于低谷时期 还是刚刚因为中考或高考的失利而伤心 请不要在意眼前的得失 人生是一个长跑 只要我们相信自己 大不了从头再来 如果您的孩子正沉迷于手机不爱学习 如果您的孩子叛逆喜欢顶嘴 欢迎关注我 手把手教您把孩子培养的更优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